苏提达敲打二王妃一脉 主动挽起71岁泰王 在镜头面前宣示主权 马哈士出了名的花心 后宫一度拥有33位嫔妃 实在是令人捉摸不透 在这样的环境中 苏提达不光加冕为王后 甚至还想扶持自己的儿子继位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泰王带着苏提达出席例行公务 来到帕塔尼省穆安帕塔尼区 颁发了古兰金测试奖 出现在北大尼中央清真寺的时候 泰王夫妇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普通的宗教公务 但是却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也等于给了苏提达一颗定心丸 即使二王妃一脉胡适丹丹 依旧没有威胁到王后的地位 泰王还是这么器重苏提达 显然这回苏提达醉翁之意不在酒 行思并不在公务中 而是想方设法敲打二王妃 无论是地位还是支持力 苏提达都可以碾压玉瓦提达 双方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45岁的苏提达朝气蓬勃 脸上又挂满了笑容 似乎根本不受宫斗的影响 毕竟背后有军方支持 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 苏提达能打的牌还有很多 马哈国王已经71岁 不光身材发幅走样 而且状态也大不如从前 曾经的马哈又高又帅 甚至还有八块腹肌 如今却步履蹒跚 走路的时候都需要苏提达搀扶 从现场的公务照也能看出 当泰国帝后亮相的时候 受到了老百姓热情的欢迎 国王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 泰王和苏提达也不断挥手示意 一派热闹非凡的场景 在众目睽睽之下 苏提达王后主动秀恩爱 挽起了泰王的胳膊 这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 却是苏提达精心设计的 目的就是为了秀地位 同时也要给二王妃一个下马威 岂11岁的泰王略显疲惫 出席公务的时候不再状态 走路的时候也有些摇晃 这个很需要有人搀扶 苏提达贴心充当拐杖 给了泰王很大的安全感 前段时间苏提达压力山大 为二王子的事情头疼不已 现在却换了一张脸 看来苏提达已经赢得阶段性胜利 难怪人逢喜事精神爽 出席公务的时候 全程笑得合不拢嘴 不得不感慨泰国王是局势多变 前几次亮相活动的时候 泰王还全程黑脸 现在又开始接纳苏提达 当王后要牵手的时候 马哈国王也很配合 上演了一出夫唱妇随的戏码 作为现任宫斗冠军 苏提达肯定见过了很多刀光剑影的剧情 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越是到了特殊时期 苏提达越要沉得住气 只有这样才能笑到最后 不得不感慨苏提达的新造型好美 但金色礼服很显白 上面还绣着花鸟 作为新一代的泰斯代言人 苏提达真可谓尽知尽责 努力宣传泰国的私仇 在这次的例行公务中 最大的亮点就是苏提达有爱的小动作 频频跟泰王互动 这么做大有深意 既可以怒刷一波存在感 也能够彰显自己的王室地位 事实证明 二王妃一脉高兴得太早了 不光没有任何根基 如今还落人口时 论功斗还是苏提达厉害 不声不响就打了一个翻身仗 并且还得到了马哈国王的认同 显然玉瓦提达现在的身份还是废非 海外四次也没有恢复殿下头衔 根本无力跟苏提达竞争